这小男孩用脚夹着粉笔 不知在地板上写了什么 姐姐认为她在画三角 但却没有画对 父亲随即拿过笔 在她面前画了标准的三角 可男孩却想用力地擦掉 这时母亲发现 男孩画的不是三角 男孩表情兴奋 看来母亲说对了 接着她奋力挪夺身子 表情扭作一团 拼了命地继续在地上写字 这次她写了个N 家人在旁静静看着 还不知再写些什么 接着她又写了沟 简单的两个字母 就让男孩无比失利 汗水都流满了面庞 虽然还没写完 但母亲却眼角湿润 因为她知道 男孩写的是母亲 只见男孩身皮力尽倒在地上 这是她第一次 完整写出一个单词 父亲惊呆了 她高兴地抱起男孩 来到了长区的酒吧 男孩名叫克里斯 患有先天性大脑麻痹和身体残疾 只有左脚灵活的如同常人一般 由于这么大了都不会说话 人们都以为她是个傻子 尽管如此 家人也从未放弃她 每天都会载着她 推着小推车在大街上游玩 这天 母亲意外摔下楼梯 独自在家的克里斯 立马挪动着身躯来到楼梯口 右脚被卡住 她就用左脚踢过去 接着她一步步滑下楼 等来到母亲身旁 便用左脚拼命踢踹房门 这才换来邻居的旧主 没多久 克里斯就已长大成人 全家都为她点起蜡烛 庆祝生日 虽然身体依旧残疾 但她也慢慢学会了说话 也会用灵活的左脚 在纸上作画 全身残疾的人是怎么踢球的 别人射门 她就用脑袋接球 对方想继续射门 她就用压死死咬人家 而对面看她这副样子 便盼她罚球射门 同伴把她抱在地上 对面一看 以为这球手定了 哪知克里斯表情使劲 而在聚会上 伙伴们转起酒瓶 停下时 瓶口对准谁 这女孩就要亲她一口 女孩以为会是自己的男神 结果却转到了克里斯 伙伴纷纷嘲笑她 但她却忍不了 站起身就往克里斯走去 克里斯彻底文献 打难以后 她满脑子都是女孩 还通宵用左脚 画了一幅画给女孩 等女孩说到画作 还以为是男神送给她的 哪知一看签名 伴随着同伴的嘲笑声 女孩找到克里斯 表示自己不能说这幅话 自己心有所属 不要再想着她了 克里斯很难过 她整个人郁郁寡欢 甚至在饭桌上 当面和父亲起了争执 而由于家里太穷 父亲也被辞退了工作 一家几口人 三餐都只能吃白粥 就连残疾的克里斯 到现在都没能拥有一台轮椅 从小坐着的小推车 到大了都只能变成大推车 而且兄弟太多 房间都不够分 克里斯只能和三个兄弟 一起挤在狭小的床铺上睡觉 但谁都没料到 这个全身残疾的男孩 在以后会有多么成功 这残疾人被推着挡在卡车面前 趁着司机下车 两兄弟就拔开后头的挡板插销 接着卡车启动 等到上坡时 没快就散落了一地 两兄弟急忙去偷煤 邻居见状也没闲着 抱走婴儿 就拿着婴儿车开始装煤 三兄弟满载而归 哪只母亲一看 可到了晚上 克里斯望着火炉 表情却猙獰了起来 母亲这才发现 火炉里扔了个小铁盒 她不顾高温 急忙徒手拿出来 父亲有些疑惑 不就是个铁盒吗 里面都有啥宝贝啊 原来母亲一直省事减用 从克里斯小时候 就瞒着全家人存了28磅 一晚母亲恋似凝重 让父亲留下 几兄弟全都上楼回避 原来是女儿怀孕了 父亲得知消息大发雷霆 疯狂辱骂着女儿 克里斯在楼上听着 更是气氛不已 他想下去替姐姐说话 但对方却跑了进来 姐姐拼命安抚克里斯 表示自己要走了 让她好好保重 而几天过后 母亲终于存够钱了 为克里斯买下了 第一台轮椅 还找来一位 专制大脑麻痹的爱灵医生 想要为她进行治疗 一听可以白嫖 克里斯也答应了下来 但不曾想 这一切和她想的大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